第五百八十九集 一阵沉满之急的声音响起 随着声音 这座巨大的山峰 刹那间变成了粉末 大量的粉尘充天而起 直上云层 火灵微微动容 威力相当强大 对了 你这个雷环之中 我感觉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 似乎是五行之力 正是 五行之力生生不息 它和雷电结合之后 就形成了雷环 如果我五行之力足够强大 就可以一刻不停地发出雷环 就算是半步领导的强者 我也有把握可以轰杀 只可惜我的五行之力不够强大 只能连续发出九个雷环 九个雷环也不错了 如果把雷环和天威结合起来 你可以在瞬间 轰杀一个真道大宗师 我正在考虑如何把两种战机结合到一起 希望到时候可以给高云天一个大大的惊喜 雷环 完全是雷电的一种运用 可以围困敌人 而天威之中 则蕴含着灵魂攻击 两种战机结合到一起 威力将会大大提升 张叶为了领悟雷之意境 已经整整耽误了六天时间 雷之意境大成之后 张叶再也不停留 他施展身法 全速朝着苍无欲而去 雷之意境大成之后 张叶的速度整整提升了两倍 张叶现在的飞行速度 短时间之内已经可以和九品飞行灵器 相提并论了 离开兵剑狱不久 张叶就感觉到 一道道若有若无的古怪波动 正在虚空之中传来 这种波动非常的奇怪 又非常的轻微 如果张叶不是提高了警惕 根本就无法发现 火灵出声提醒道 主人小心了 这种波动 很可能是一种 监视灵器发出来的波动 我们现在 很可能被紫金盗贼 给盯上了 他们手中有着飞行灵器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来得好 这一次 我要给高云天 一个大大的教训 张叶急速飞行 穿过了一片乌云之后 前面是万里停空 紫金盗贼的非洲 从万里之外而来 瞬间出现在张叶的面前 高云天从非洲上跃出 常见指着张叶 愣笑道 小子 这一次 你再也无法借助天地雷霆的力量了 我看你怎么死 六天之前 高云天落败逃跑之后 他仔细地回忆了一遍战斗过程 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张叶 可以借助天地雷霆的力量 把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为了限制张叶 高云天把方圆万里的云朵 统统都清理掉 这样一来 张叶 也就无法借助天地雷霆的力量了 张叶眉头微微一皱 高云天这一手 虽然看起来很笨 但效果却是非常的好 没有天地雷霆力量的帮助 张叶的战斗力 就会大大下降 很难威胁到高云天了 张叶新年微微一动 他的心里有了一个主意 他目光之中露出一丝慌乱之色 他突然转了一个方向 急速飞行 高云天发出了一声畅笑 小子 在我高云天的面前 你逃得了吗 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停下来 让我载掉算了 否则 我要让你受尽万般折磨 再把你杀死 张叶没有出声 越来越快 这种速度 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飞行真气 就算是高云天全力飞行 也比不了多少 高云天见到张叶的速度越来越快 目光之中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手里的长剑一阵 一道剑刚 等时朝着张叶站去 高云天发出来的剑刚 竟然被张叶闪开了 好小子 你的逃命本事 倒是挺厉害的 张叶刚才的一闪 就像是闪电横空 看似简简单单 但却蕴含着无穷的喧傲 高云天乃是真道大宗室 距离半步领导 只有一线之遥 他自然能够看出 张叶这一闪都厉害 高云天虽然暗暗 佩服张叶的速度 但他依然不把张叶放在眼里 他的修为比张叶高深得多 手里又握着一柄灵气 就算张叶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健康 高云天接连发出了数道健康 杀得张叶连连闪避 速度正是慢了下来 趁着这个好机会 高云天一声长啸 身躯陡然一长 朝着张叶追去 高云天在虚空中踏出三步 刹那间来到了张叶身后三百里 就在高云天准备出见的时候 九个奇异的圆环突然出现在前方 高云天猝不及防之下 猛然冲入到了这九个圆环之中 张叶刚才假意逃跑 目的就是利用刚刚领悟的雷环 布置出一个陷阱 让高云天钻进去 高云天高速飞行之下 明明看到了前面的九个圆环 但是依然一头钻入了里面 不好 高云天乃是身经万战之人 他刚刚钻入雷环之中 立即就意识到了不妙 心念电转之下 高云天体内的力量咆哮而出 九个前身之极的雷环 在高云天庞大的力量之下 竟然被硬生生地撑散了 高云天的反应非常地快 进险大宗师强者的手段 但他从钻入雷环 再撑散了雷环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强者相争 只争一线 就是这一点点的时间 张叶已经从容出手 发出了可怕至极的攻击 一道闪电和一道刀芒 猛然降临 就像是上苍在审判 声势可怕到了极点 闪电首先批到高云天的头顶 这道闪电的威力 在高云天的眼中是非常弱小的 但闪电里面蕴含着灵魂攻击 却让高云天 骇然失色 高云天挨了闪电一击 只感觉到种种奇异的影像 纷支他来 一种威严之极的力量 猛然动摇着他的灵魂 冲击着他的灵魂 天地一支 这是天地一支 这个小辈居然领悟了天地一支的奥妙 只是 天地一支虽然强大 但我的灵魂更加强大 我族的灵魂之术 天下无敌 高云天心里咆哮着 两只眼睛变得黑漆漆一变 就像是两只无敌神动 在两只眼睛变异的时候 高云天忍受着灵魂的攻击 他手里长剑陡然一阵 接下了随后而来的刀马 这老家伙 战斗力真是厉害 不过 现在战斗的节奏 已经掌握在我的手中了 就算是你再厉害 也免不了一死 张爷心里发痕 连续发出了七级天威 又连续发出了七级烈空 高云天战斗力非常强大 但他现在完全陷入到 张爷的攻击节奏之中 张爷一口气 发出了七级天威 七次灵魂攻击叠加到一起 对灵魂造成的冲击 就像是山崩海啸 无法收拾 无可抵挡 高云天的灵魂强大之际 但在这种可怕的冲击之下 依然无法吃得消 就在高云天灵魂悸动 脑子一片苍白的刹那 七道刀马 裂空而来 高云天 勉强挡下了五道 最后的五道刀马 刹那间 斩到了他的胸口 和小腿 高云天的胸口挨了一记刀芒 立即出现了一个透明的血洞 他的胸口 竟然被张掩的刀芒 硬生生地动穿了 而另一道刀芒 则是掠过了高云天的小腿 高云天的小腿 当场被刀芒斩断 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高云天遭到了两下重创 嘴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叫 嚎叫之声之中 一种奇异的力量 从高云天的身躯中发出来 高云天的身躯 猛然一长 竟然变成了一个浑身漆黑 身躯长着翩翩临甲的人 张掩感觉到 高云天的变化 心头瞪是一阵 说道 高云天 你并不是人族 你竟然是异族之人 难怪你疯狂立杀 我们人族的选手 意识到高云天的身份 张掩正欲全力出手 施展火之玄傲 一举把高云天斩杀 就在这时候 高云天竟然抬起长剑 朝着张掩发出了一道剑杆 然后转身飞逃 随着高云天而来的那艘飞船之上 坐着高云天的几个手下 这几个人见到高云天几个照面的时间 就败在了张掩的手里 眼睛里全都是不敢置信之色 见到高云天疯狂地逃跑了 非洲里的几个人 正是慌了神 一个个大声叫着 快快快 老大输了 我们去接应他 怪异非洲 猛然发动了一道奇异的波动 朝着高云天飞过来 张掩的心里明白 如果让高云天逃入到非洲里面 他根本就无法奈何 心里意狠之下 张掩的速度 陡然提升到极致 再次出手 张掩一口气 发出了五道天飞 五道闪电 正正地轰到了高云天的脑袋之上 施展出天飞的同时 张掩凝神出道 朝着高云天 施出一道 高云天的神区 骤然变长变细 像是一条蛇般 舞动起来 张掩发出的当马 贴着他的身躯飞过去 只留下了一只手臂 高云天手臂被斩断 身上突然涌出了一种 惨烈之极的气息 随着这种气息的出现 高云天的速度 猛然提升 钻入到了非洲之中 怪异非洲的速度 猛然提升到极致 刹那间 越过了千山万水 张掩雷之意境 已经大成 速度足足提升了两倍 他拼命追赶之下 追出了几百万里 只感觉到 灵魂一阵虚弱 张掩直到 自己已经到了极限 无奈之下 他只好放慢了速度 眼睁睁地看着高云天 消失在 弟弟的身处 小贝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你死定了 高云天怨毒的声音 在虚空中 来回激荡着 显然 高云天对张掩的恨意 即使是天河之水 也无法洗净 这样都给他跑掉 这老家伙的本事 也太强大了 张掩心有不甘 狠狠地挥了一下手臂 低骂了一句 张掩微微沉沿了一下 返回到战斗之中 把高云天的两只小腿 和一只手臂 收拾起来 这两只小腿 和那条手臂 上面都是漆黑一片 有着一片片 坚信之极的鳞片 在鳞片里面 庇护着一种诡异 而霸道的气息 火灵冒出来 打量了一下 从气息上看 这高云天很可能是 黑幽族的人 黑幽族的人 浑身上下 都是黑幽幽一片 他们擅长暗杀之道 也擅长 灵魂控制之术 刚才非洲上的人族大宗师 都是被他控制了灵魂的 根据 凤凰一族传承下来的记忆 黑幽一族 还有一个可怕的技能 那就是 吞噬强者的血肉 快速地恢复实力 提升修为 这高云天 受了重伤 接下来 他很可能会疯狂地出手 猎杀人族强者 吞噬强者的血肉 希望他不要碰到我 否则 我无论如何 也要轰烧了他 张叶随手把高云天的残肢 收住到楚戴 继续朝着 苍无欲飞行 高云天 被张叶重伤之后 张叶一路醒来 顺风顺水 非常的顺利 经过七天的飞行之后 一座极高极大的山峰 突然出现在半空之中 这座山峰 竟然是凌空而立 上面赫然小着三个大字 苍无欲 张叶终于来到了 苍无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